女娃欢迎到维芳去吧 欢迎到维芳去啊 好 维芳有好吃的 因为不整烧烤 不光不快 维芳的火烧 熬天锅 都还好吃 它还有好玩的 有恐龙 有山 有海 还有维芳的风筝 从此之后也被到维芳吃饭了 也没问题啊 好 好 先放一下吃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这几天啊 世界局势比较平淡 说白了 新闻世界啊 有点清汤寡水 没有什么太多的值得好聊的 那干脆咱就聊聊烧烤 对 就是自博的小烧烤 那提起自博啊 我对他很熟悉 实际上自博这个城市 跟中国的北方 特别是他所在的山东省的其他城市相比啊 没有特别强的可辨识度 就是一块石头疙瘩 他以陶瓷行业比较组成 有些陶瓷厂啊 但最近啊火起来了 那真的是啊 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人家自博的领导啊 在目前这样一个经济比较内卷 内需不足的情况下 不等不靠主动出击 用小烧烤啊 把整个的城市经济啊 又给带动起来了啊 也给中国五一长假 这样一个传统上 都是一个人流聚集非常多 旅游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 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风景线 因为自博方面出来说了 五一期间啊大家错开 实在是顶不住了 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啊 没办法弄 那么当然弄着弄着就有人要翻车了啊 最近翻车的是孟非老师 因为他竟然寒沙摄影的讽刺自博烧烤 他说啊 我读书不多 但去过的地方不算少 烧烤这件事要论起源是虚州 要说好吃和明显能进四强的城市应该是七七哈尔 吉林 锦州 西昌啊 应该是甘肃的西昌我想啊 这个事说了以后 你看没有提自博 那就让这一次啊 喜欢自自博烧烤入迷的这些网友们感觉到 这个孟非啊 说话不分场合啊 有点没大没小 有点不知轻重 你这个时候出来聊烧烤不提自博 你这不就是等于否定自博烧烤吗 说实话有点不合时宜 因为网友一直说了 来自博吃烧烤 不是因为他多好吃 只是想体验一下人间烟火和自博人民的热情 当然了自博人民乃自他所在的山东省山东人民 那是十分好客的啊 他们想表达起热情来 那是天下第一 资本人民这一次又将山东人的好客 发挥到了极点 你看啊 又是搞这个烧烤专列 又是领导干部亲自到车站的站台 欢迎外地来的网友 走的时候还去欢送啊 这些搞烧烤的这些店主们 随时送上自博的一些小礼品 什么纸巾啊 什么辣酱啊 给这些外地这些烧烤爱好者们 感动的是内心稀里哗啦 啊 说实话 无论如何 资博这个事情是个好事啊 人家就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烧烤哪个城市没有啊 哪个城市都有 他能把它做成一个产业不容易 当然啊 这个产业啊 创造不了太高的GDP 像指着这个 让中国的经济回暖啊 让很多人来模仿他啊 恐怕是不太现实的 那实际上孟非说的东西呢 他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那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吃过最好的烧烤啊 是哈尔滨啊 哈尔滨那个烧烤 实在是太好吃了啊 我最喜欢吃的 是那个 除了正儿八经的羊羊串以外 最好吃的 是烤豆腐卷 哎 豆腐卷里边 再放上香菜 一烤啊 那叫一个香 然后再来一个哈尔滨当地的这个玉泉方瓶啊 来一瓶白酒 隔几个 至少喝白酒 特别的舒坦 那是我吃过最好的烧烤 等到我在那吃过烧烤 再回北京的时候 进什么串店 就算是一流的串店 五星级的 给人感觉啊 都像是在咬皮带一样 没法吃啊 所以这个烧烤还是东北 我认为是最好吃的 当然今天节目的重点啊 不是谈啊 这个哪儿的羊羊串好吃 资博啊 这一次值得点赞 但这次的原因啊 也值得说道说道 为什么呢 是因为疫情期间啊 有很多外地的大学生 因为隔离 因为要就地收治 很多啊被留在了这个资博 资博人民啊 待他不薄 很多人啊 对资博人民的热情 对资博当地对他们的照顾 很感慨 当时就发了很多朋友圈 而且约好 等到疫情结束以后 再回资博吃这个羊肉串 所以这个事情啊 当然了 有比较强的编造的痕迹 这个我们不去纠结 而是说 资博烧烤这个事情 它正好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谭书记啊 宣布 疫情啊 紧急状态 全世界都结束了 啊 在中国 这样一个疫情的起源地 对疫情最后的回顾啊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那就是哎呀 这个人间自由真情在 什么疫情不疫情的啊 你看人家资博啊 这个又把这个事变成了正能量啊 让这些人啊 疫情期间在这儿啊 在自博留下好印象的那些网友再回来 而且带动全中国的网友都来啊 把它做成一个经济内卷 不可怕 只要是有聪明脑袋 有办法上级啊 这个把习主习的话放在身上 这个事就能给他克服啊 你看他之后编成了这么个故事啊 当然 在这个小学课本里 据说疫情这个事也已经上了课本啊 但是竟然没有提动态清零这几个字 只是说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 疫情啊被我们克服了 哎 整个的描述 书本上就是这么个故事 现实中就是自拨稍考 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这个疫情 结束了啊 这样一个对千千万万人全世界人造成深重影响的 这么一次历史事件 说实话 有些吊诡 也有些讽刺 更有些让人觉得心里发酸 不是滋味 那因为世卫已经宣布紧急状态结束 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张文宏医生啊 时隔一年一个月零十三天以后 张文宏啊又在微博上出现了 啊 他说什么呢 匆匆从熟悉的北京机场二号航站楼出来 行李大厅 稀稀让啊 没有任何人理你 没有人测体温 也没有健康嘛 恍惚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正常的感觉特别好啊 啊等等等等 但是张文宏的个人命运 不正是整个疫情来自中国今天的世道人心 他那个最真切的写照吗 张文宏啊 算是懂事的 算是明白的 专业上也过硬 话说的也到位 该进的进 该退的退 叫进退自如 知进退知荣辱 一开始啊 他就赞同说上海能搞定 啊不用搞上门封门 也不用搞的这么奇葩 当时我记得那录像说的很清楚 美国人都已经正常生活了 我们没有理由让上海人民 非要过那个啊 非常奇葩的被封门不能自由活动的日子 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他这番话说了以后没多久 就被打成了躺平派啊 全国上下一致声讨 不但党媒出来讽刺挖苦他啊 连各种各样的小粉红老粉红 普通的上海市民都蹦出来说啊 你这是替谁说话呢 躺平派就是支持美国的 因为美国躺平了吗 美国的媒体一直讽刺我们 我们就是要坚决不躺平啊 祖国保护了我们好几年啊 到今天为止啊 你们这么说话 就是给外国势力啊 递刀子啊 是不是CIA培训的都有可能啊 但是这个张文宏的压力也非常大 说实话 如果没有当年这么奇葩的事情发生 张文宏 何必要等到一年一个月零多少天以后 才发这个微博呢 那肯定也是心有余悸 但是啊事情就是这么奇葩 中国的老百姓 尤其是上海的老百姓 受了这么多的罪 最后证明啊 还是和全世界一样 该躺平的时候躺平 但关键是 他又有很强的不一样 那就是封控很野蛮 最后放开啊更野蛮 封控的时候 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那实在是造成了深重的影响 有多少人 家里有危重病人 不能再到医院救治 有多少人 需要定期严格护理的慢性病 得不到及时的护理 这里面说白了 最简单的例子 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就生孩子这事 你说这一个月 有多少孩子 他应该正常的出生 结果疯得死死的 医院都没没得去 这些人间的悲剧啊 到今天为止 好像都没发生过 我想张一生出来这么说 是有情可原的 因为人家为此付出了代价 人家也知道应该怎么办 也曾经公开的发声 想让整个抗疫 沿着这个科学的发展和抗疫 能够平衡的一种方式发生 但最后他没有怎么发生 那实在是对张医生这些人来讲 那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 但也有一些人呢 我认为啊 就特别的在这里啊 对不起张医生这些人 也对不起啊 在疫情当中受尽折磨 甚至失去了生命 失去了亲人的那些人 难道今天纪念这个疫情 当世卫宣布他已经结束的时候 就只有在课本里写上 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 就行了吗 你别的没有什么可聊的啊 你就只能跑到 资博吃着顿小烧烤炒 这个新闻啊 在这么多的灾难发生以后 你因为发现了小烧烤这么一件小确幸 就不再去用他应该的方式 来纪念这场人间的浩劫 来纪念来反省这场疫情吗 我的这个想法啊 说实话还是比较悲观的 因为啥 我们都是选择性的遗忘 战略性的遗忘 当年的日子再艰苦 都已经过去了啊 活下来就行 没活下来的算他们倒霉啊 活下来的要好好活 所以要一天八顿小烧烤 要全国各地啊 旅游玩转 那我的一个朋友 订了200多个饭局啊 一定要把过去三年失去的饭 给他补回来 那中国人民在战略性遗忘啊 战略性选择自己的回忆方式 和描述方式上 那真的是全世界第一 没有人能够相提并论 那也许有人会说 老百姓吧 总要过日子 疫情既然过去了 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以前发生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这种态度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如果你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 都持这种态度的话 你怎么能保证 这种事情 不会再来 那更何况 在中国社会 有这种态度的人 可不只是普通老百姓 想去吃烧烤那些 连真正的科研工作者 在新冠疫情发生了三年以后 在疫情的起源方面 我看是中方主动的在将其政治化 为什么这么说 整个过程很长 但我们只把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一个由国际病毒专家组成的国际团队 下载并分析了一组由中国的病毒专家 传到数据库上的一组数据 根据这组数据 他们竟然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那是什么呢 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特征的市场里 同一个地点 有一种动物 留下了DNA 那就是豪 而豪呢 已经被证明会传播新冠病毒 这个比较绕 因为太科学了 咱们必须把它说得严谨 那就是豪的DNA和病毒的DNA 在同一地点被发现了 那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那种说法 就是动物感染了病毒 然后将病毒传给了人类 这种说法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因为两组DNA发现在了同一地点 那纽约时报采访了 史迦克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和进化生物学家 叫沙拉科比 这个名头非常重要 既是流行病的专家 又是进物生物学家 就是说明他对动物和流行病都很懂 这位专家说 目前这个发现 和中国科学家早些时候的观点相反 中国科学家早些时候认为啥 说市场上采集的所有这些冠状病毒的阳性的样本 都是病人带来的 那但他认为呢 如果样本主要是人类污染的话 那就不太可能看到 这么多动物的DNA 尤其是豪的DNA 和病毒样本混合在了一起 那至于这些像本是怎么收集的 到底包含什么 为什么证据消失了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已经有答案了 那就是这组数据 是中国科学家自己传上来的 而且是在一月份刚刚传上来的 那传这组数据啊 是为了做别的研究 因为这是国际科学界的惯例 那你要想写科学方面的论文 你就把你的数据得公布出来 同行能够平易 但是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 中国科学家又把这批数据撤了回去 这和三年前 疫情刚从中国开始发酵 传遍全世界的时候 如出一辙 因为当时也是中国那批科学家 率先把就是关于新冠病毒的数据库 发到了国际期刊 发到了数据库 但是后来被强行勒令 撤走了这批数据库 关掉了 国际同行谁也不能看 那这次有关的数据重现的时候 就引起了国际同行极大的关注 他们知道这组数据可能和疫情有关 他们就抓紧研究 终于做出了这个发现 如果想进一步的去探究 这个病毒到底哪来的 他就有了一条新的路线 有了一种崭新的可能 那就是看看这个蚝是在华南海鲜市场 哪个摊位卖的 这个摊位还卖了什么 卖这个蚝这种动物的摊主 他的生活足迹 他跟哪些人有关系 说白了 如果最后发现 卖蚝的这个 比如说叫张老三 张老三的 二大爷的 三姨妈 有个闺女 就是武汉所研究这个病毒的 他们家前段时间聚餐了 如果有这种情况 那更何况在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中国的当年的首席卫生专家高福 又出来说说没有证据表明 动物到人身上是怎么传的 拜托你这是属于狡辩了 我一个文科上都看得很清楚 别人也没有下这个断言说一定就是武汉所里出来的 但是是你的数据库 动物也是你的动物 华南韩线市场也是你的华南韩线市场 武汉所也是你的武汉所 那你为什么不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说你们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能做的就是不准再聊了 不准再弄了 不准再谈了 这给全世界科学家的印象感觉就是 你们有天大的秘密在隐瞒 面对这样的情况 连我党最亲密的战友谭书记都有点不好意思 前段时间他不也在世卫又公开呼吁吗 不要将疫情政治化呼吁中方这次点名了 说呼吁中方开放更多的数据 能让我们找到这个大疫情的起源 中方这一次对他不客气了 说世卫某些人员又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等等等等 对不起这完全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评论 一个中性的呼吁难道难道中国人民自己不需要追根问题 需要查这个疫情的起源吗 全世界的人民都有这个责任 都有这个义务去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相信那些去做火车做专烈 去自博吃小烧烤的这些弟兄们 他也有这个动力 他也有这个必要 去了解我当年跑到自博来吃烧烤是为啥 啊 后来为什么 突然都疯了 到后来突然为什么一下又放开了 世界是怎么看的 科学家又发现了什么新的证据 这一切都不被讨论 所以整个的疫情啊 虽然结束了 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隐忧 在自博那个烧烤炉子 烟熏火燎 烟气腾腾的那个烟火器背后 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 难道过去这一个时期 两场最大的世界级的传染病 新冠和非典都是中国来的 是偶然吗 这一次新冠是这样 前一次非典如果不是美国的时代周刊的记者 捅出来捅到全世界 中国仍然不知道 可能仍然在幸福的吃着自博小烧烤 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会不会让很多的偶然变成必然 我们看一看 已经在路上的第三场公共卫生大灾难危机传染病 会不会是中国来的 我告诉大家 我的判断是肯定是 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您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打赏 更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留言 疫情世卫组织说结束了 您评论一下 或者说在留言区里讲讲您的经历 您的感想 对此我也深表感谢 特别精彩的部分 我也会拿到节目里跟大家分享 谢谢 我们下期 마무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